最近新西兰有两项和投资房有关的税务政策已经生效了 您是否对它们有足够了解呢 这两项税务政策当中蕴藏着巨大的机会 今天小宇就帮你捋顺一下 好好聊聊这些变化带来的机会是什么 你好 我是新庚新西兰贷款行业11年的小宇 更新的两个税务政策 一个是明线政策Brightland Rule 一个是投资房的利息抵扣政策 Interest Deductability 那么其中明线时间从5年如果是新房 或者是10年如果是二手房 减少到了现在的两年 这也就意味着从2022年的7月1号之前买的房子 如果现在卖掉都已经超过了两年的明线时间 不再受限制 无需为房产增值部分缴税 那么这里小宇给你个小贴士 这个明线的时间是指的是合同签订的时间 而不是房路的交割时间 那么另一个政策就是投资房的利息抵扣 从今年4月1号开始 如果你的投资房是二手房 那么不管什么时候买的 80%的利息都可以和租金相抵消而减少税务 那从明年的4月1号开始 100%的利息都可以全部抵消了 虽然现在还没有达到100% 但是由于利息比较高 80%的情况下 你可能根本都不用再交税了 而之前财政年 尽管现金流是负的 你可能还要为几万块钱的名义利润而交税 但从这个财政年开始可能就一分钱不用交了 所以这个政策的确给广大投资朋友们带来了很大的利好消息 那么这些政策改变对于投资房的朋友们意味着什么机会呢 政策改变会给身处于两种情况的朋友带来很大一处 第一个就是打算升级自住房 且自住房贷款比较少的朋友们 如果您不用卖旧房就可以买新房 那么最解释的方式 就是把这个打算用来购买新的自住房贷款 可以和旧房出租的这个租金相抵消 这样呢咱们就可以少交税了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您需要把旧房卖给信托或者公司 然后以这个信托或公司的名义 来借钱把旧的自住房买过来 这样呢你就可以拿到这笔钱作为首付来买新的自住房 那么在政策改变之前 如果这么做利息一分都不能抵税 这样呢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80%的这个贷款产生利息都可以抵消 那少交一大笔税 并且呢旧的自住房也不受明显规定的这个限制 所以无论旧房是什么时候买 把它转到信托或者公司下面呢 都不用为增值部分来缴税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 主要呢是一个ID从业者 年薪15万 她太太收了6万 他们做霍林顿搬到奥克兰 是要换一个价值140万的新的自住房 那么原来自住房呢已经住了10年 市场价值啊约90万 可出租850亿周 原来贷款35万 且未来两年呢没有卖房的计划 他们现在存款大概有10万 那最简单的做法呢 就是去他们现有的银行贷出130万 加上手上的10万现金 在奥克兰买到他们如意的房子 但是投资房啊 每年4万4的租金收入 哪怕是按照80%抵护利息 也只能抵消19000的利息成本 再减去什么地税保险 房屋管理啊 这些费用8000 还是要按照17000的利润交税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是如果我们把旧房 卖给一个新的公司 公司借90万买过来 只要呢就有100万的收付 只需要呢借40万 买新的自住房 而不是借130万 那么这个新的公司啊 按照90万的利息算 80%可以抵扣49000 再减去其他费用8000 这个房子呢就亏损了17000 不用交任何的税务 实现了省税的效果 第二呢是针对自住房贷款较多 而投资房贷款较少的朋友 如果你的投资房啊 在个人名下 购买时间大于两年 且贷款不多 而你的自住房贷款却很多 那么您可以考虑 把投资房从个人名义啊 转到信托或者公司名下 那么新的信托或者公司呢 可以向银行借钱 买下这个投资房后 用这笔卖房款 还掉自住房贷款 这样操作下来呢 虽然总贷款没有变化 但是可以抵消了利息部分 就多了很多 从而达到节省税务的目的 以上两种情况呢 都是在新政下 会受益的典型情况 那在当前呢 生活成本居高的大环境下 每年可以少交很多税 对我们的现金流帮助很大 毕竟谁愿意得交税呢 最后一个小提醒 当您做这些重组restructure的时候 最好同时重新做贷款 也就要refinance 因为呢 你会从新的银行得到现金返还 cashback 如果你有200万的贷款 能拿到将近2万牛逼的现金返还呢 完全足够支付 请会计和律师的费用 还有很多剩余 所以呢 不要错过白打钱的机会哦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如果呢 您周围有打算换忙的朋友 或者已经有投资方的朋友 都可以从中受益 所以欢迎您转发给您的经营好友 能为他省下很多钱 他们会记得你一辈子的 如果您对今天的这个内容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我们对这种类型啊 有大量的实践经验 好 谢谢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